字幕开始前 记得订阅公联热话 YouTube频道和隔壁的钟 便会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期的公联热话 今天讲我们疫情 因为疫情又卷土重来 政府又收紧了限聚令 韩国业真是叫苦连殿 尤其是旅游业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 真是复苏都是无奇的 今天我们请了旅游业的工会主席 方远 大家好 还有我们香港的导游 专业导温山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就讲讲现在你们的苦况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旅游业 真是一个重在区 已经我想由社会事件到现在超过一年了 跟上现在的疫情 我都知道你们很多苦水要讲的了 因为好吃的东西没得吃 24米 真是24米 就天天在口树 没错 我也想问一问方远你 你们现在这样的情况 真是复苏就无望了 那你觉得现在的情况 你可不可以讲讲你近日和行业的情况 行业的情况其实就是死水 根本就无生意了 你看现在旅法局的数字都是 每天500个 其实这500个根本就不算是游客 所谓的旅客就是访港旅客 可能是一些商务 或者是其他公务上的人 其实来旅游的 我相信真的 那个占的比率可能真的 3%不知道是否 在旅行社来说 其实我们是全面的冬眠状态 没有人有生意 没有可能有生意做得到的 你早期说 刚刚那个限聚论一开 接着就说有绿色旅游 大家都蠢蠢欲动 都想说真的要做 你真的做旅游 是不跟做餐饮 我今天一开门 然后立即进来炒菜吃东西 但旅游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 我们准备很多的要卖给客人 要客人接受之后 再选择然后报名 报名也不可能说 今天报名明天出发 很多时候都会一星期后 好像我们很多都是 就算有客人接了也好 就立即现在都cancel 因为又立即再来一次疫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整体来说旅游社没有生意 意味着从业员都没有公开 大家都是一个静止状态 没错没错没错 问回厂偶旁边的商店 那现在连那个导游 如果现在真的没有公开 因为我都知道看数字都跌了99% 基本上没有人有公开 那在你们那个行业 大家生存不了也要养家的 那你们也要开饭的 那其实在你们那个行 你们有什么打算 转业容不容易 转业容据我所知 就有部分的就参加一些短期课程 之后就做了 除了有少少补贴之外 他就直接说需要养家 或者一个原因 他的支出比较多一些 那他直接转行 就做保安 至少见到有一份工 也有一个收入 就是这样的 就是做保安 做保安 都是有限量的 因为现在除了旅游 是重装区之后 很多行业的从业人 失业都去申请读这个课程 之后都做了保安 始终都会饱和的 其实炒散了很多的 另外有时跟同事 谈过解析的 甚至他可能当时的情绪 比较低落一些 或者怎么样 他说 甚至要考虑要消炭 哇 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哲 政府听不听到 虽然这个可能是一个 一时的情绪的可能 但是这个危机存在 所以一定要重视 现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 没有收入 那怎么办 你说接着他们 我想在大家同行那里 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我想都要互相关心 以及关照着 如果发觉同事朋友 有什么情绪 我们可以向公会求助 我们也可以转介社工 因为在这个时间 大家共度时间 我也很希望大家 趁着这段时间 当然能够转业更好 不能够转业 我也希望 因为现在政府 有一个叫外增值的课程 在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这个课程 武装一下自己 武装一下自己 也可以有些生活费 有些车选 有的 这些工会 公会都在做的 起码工会 也有些关心大家的情况 起码有个饭盒 有个居马费 也可以增值一下 在疫情过后的时候 武装好自己 继继续出发 我希望在这里 大家都互相帮助 我知道方苑 还有很多事要说 我收到好像有些行业的漏杂 或者是一种不文明的做法 行业的漏杂真的相当多 说真的 即是说 人自私我们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很多时候 作为老板 可能在这个情况下 就觉得 找不到钱 没有机会赚钱 他心里面 都有一种着急 我也明白 但是 其实从去年的黑暴 到今时今日 其实最弱势的 就是导游领队 他们既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他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雇主 他当然是平时 跟某一些旅行社带团 或者怎么样都好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底薪 有团他有收入 没有团没有收入 一旦去到整个工作 整个行业停顿的时候 其实最惨就是他们 他什么都没有 零的 其实在第一轮的时候 政府是完全没有理会到他们 当然在我们工联的 不断不断不断的争取底下 最后第二轮出来 这些自由作业者 就是导游领队 都能够取得到 但是取得到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在政府的设置里面 他就要说明就是说 你必须有旅行社的吸引 你才可以取得 哇 这个就给了一个很大的权力 就去到旅行社那里 旅行社当然有良心的那些旅行社 当然他很自觉地去帮那些导游领队 你报了那些日子我就帮你去吸引什么东西 例如如原山地 可能遇到那些雇主比较好 就很顺利可以拿到 但是也有一些雇主就是 不行 你要找我吸引吗 我要抽你水 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 你知不知我听回来的 就是5到10%这些是基本的 就是说那个5%是什么 就是说每个月 就是政府给你6个月 每次拿的我都要抽你5% 那你不给的怎么样 很难到问的 喂 不是啊 落回你自己的户口 怎么给 你敢不敢不给他 他跟你开到这个声音 你不给他的话 你以后就送心生大团了 一个是他捉死了 就是你是抓紧就名的一样东西 甚至最严重的 我听过说抽一半 我听到吓死我 我吓抽一半 真是很厉害 那抽一半的话 那为什么你要给呢 那接着这些导游说 我没办法 那我好过没有 他不和我急级的人 我零了 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次的疫情 这个补贴里面 真的有一些是拿不到的 那他那些 我情愿好过没有 我给一半都好 所以政府的原意 就算是所想帮这帮人的 其实最终 都会被人抽下水的 哦 就是这样 政府这两轮的纾困措施 对于从业员来说 是得不到一次的 不是百分百的 绝对百分百 还有所谓的保就业 其实帮不到那些自由作业者 那些费用 因为它不是受雇于旅行社 所以它们是没有的 它们只有一次 就是第二次的叫做自由作业者 就是专门是给 一次性的 是的 一次性给他们的 那五千元成六个月 这一道 所以在这里我还顺带说的 因为政府当时 你给了一笔钱出来 九个几亿 是给这一帮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有一些你设置了的 那条件里面 有些人吸不到印 或者各种情况 是拿不到钱的 那还有你的预算是预松了 那现在是静了又下来的 有2.6亿的 个个都望着2.6亿 就想去 就是他个人都想去拿了 但我觉得呢 政府作为你要 真的帮这一帮 这么惨的这一帮从业员 是 他们就去到 就来烧炭的状况底下 你真的要帮到底 你静下来 你都要派给他们 你不应该静下来 接着你转堂 转到别的地方 给别的地方 怎么搞错 就是你不可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希望政府真的好好的 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真的要落落实实 去做到这件事 没错没错没错 是啊 George Sir 我想问回 如果政府两轮的纾困措施 对那个业界的帮助 又帮助不了那么多 那你的看法来说 在第二轮再给出来的时候 你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建议 因为当初政府 有那笔钱是给前线工作人员 是 那已经是1.0 已经分了 给部分的从业员 就纾困了 是 但是就有 2.0 有多了一些钱出来的 那我们都认为 这些钱出来 都是说2.0 再帮助某一些从业员 当初是不合资格的 是 那再分 其实又还有多少少 看是如何培训 如何保就业 可以增加一些就业的机会 绿色导游 增加量 是 但是不是说导游不想做 而是说 额压实在是太少了 没错 这里应该政府有关部门 应该可以带来推动 当然了 现在的疫情 看起来这段时间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我想它那个绿色旅游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计划 起码刚才方军说 就不单单只是到游一家找到吃 可以带动到旅游巴 司机 司机可以开到饭 也能帮到餐厅 饮食业也可以 加上一些零售百货 其实这个一个整个链带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起动会快 但我希望在这些时间 不论是老板好或者顾员好 大家应该同身协力 应该齐心的 大家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想办法帮帮对方 就不是好像刚才方军所说 哇 真的那个流集真的太厉害了 每一样东西都要 连少少支援不足的 都要在你们那个 披衣兜 披衣兜拿着 这个我相信是 害群芝麻总会有 树大有枯芝 方军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后 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你觉得现在的情况 要跟政府有关服务要说什么 其实我想都回应 刚才Kent我说了很多 有一件事 其实在我们的业界里面 老板 旅行社和从业员 导游领队 或者是职员都好 其实是一个船和水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互相的 纯齿相依 纯齿相助 不可以只是执去一方 执了一方的话 死一方 因为导游领队 所有他们的累积回来的经验 是真的在说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这些通过很多的培训 你不可以找一个新人 随便可以取代到的 所以都是说 为什么工会这么重视培训 搞这么多的培训课程 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都要导游领队 他们都要继续继续 有很多珍惜自己 这些都是一个资源 一个财产 所以另外我们现在都在搞培训导游的KOL 工会都在搞这些 没错 没错 非常好 是的 丰远就说了这个情况 我希望有关当局 就真的要密切留意 大家雇员和雇主之间 大家共度时间 体谅 大家鼎力合作 希望疫情就快点过去 大家找到食 今期的时间也很快过 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